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今年習近平總書記 1月1號在到臺灣同胞書 40周年的這個紀念會上 鄭重的宣誓 祖國必須統一 也必然統一 而且他提出了和平統一 奴典主張 我想當時確實是鼓舞了 海外 海外的熱心 也指引了我們今後的工作 其實合併統一不僅是大陸 40年來從未改變的大政方針 在臺灣 包括李登維總統 在1990年成立的國統會 隔年也就是1991年 就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 其中第一項原則就是 促成中國統一 應是中國人的共同責任 可見共同統一始終是 兩岸中國人 全球華人華潮 共同的願望 當然令人厲害的是 李登維的後期 陳水扁的八年 親美美譽 一步步的走上 非力主力的攻陷 而馬英九在位的八年 儘管兩岸實現了三通直行 簽署了23項經貿協定 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期 但在文石交流上 未能全面撥亂反正 又未開啟政治對話 保持臺灣民眾被刻意入擺 國族認同 並未完全矯正 兩岸的政治分歧未能逐一化解 剛剛張主臺所講的 所謂的國號 國習 國歌 這都是屬於兩岸之間 從國共會戰以來的政治分歧 它是需要經過政治對話 政治協商來處理化解的 可是在那八年裡面 並沒有做到 所幸兩岸民間及經貿交流 沒有因為臺灣政黨人氣 中斷或縮減 但如今是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 最大的順差而遠 而且每年有近千萬人次 往來在兩岸之間 在大陸讀書就業的臺灣民眾人數 也每年創新高 一百多萬 接近兩百萬 體現出兩岸本是一家心 是命運共同體的本質 我想為了節省時間 我就講一下我個人在這個面對 我們大家在面對新時代 新形勢 對於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實現國家完全統一 由此以下幾點期許 第一 海峽兩岸陷入長期政治對立的狀態 是因為內在延續 和外部勢力干涉所致 所以我們的干預自己 是讓臺灣民眾深刻體會 兩岸的事是兩岸同胞的家裡事 應由家裡人商量若伴 也要讓國際強權徹底的醒悟 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對政及核心利益 絕不容許任何外力干涉 第二 臺灣民眾 應採取一切有效可行的方式 包括透過選舉來終結台獨政權 以後要部署臺灣當局及各政黨 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及早展開政治對話 第三 統一工作不能夠單打獨鬥 我們都從過去很多的教訓 知道這個單打獨鬥 晚晚是四倍功半 所以海內外有知之士 應提出更接力氣 更能打動人心的統一論述 第四點 發揚中華文化及建立正確史觀 特別要讓臺灣年輕人知道 臺灣同胞具有關榮的愛國主義傳統 促使他們思考 臺灣在中華民族復興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從而成為國家統一 民族復興的參與者 推動者 受益者 最後讓我們不忘疏心 牢記死命 繼續奮鬥 不打目標 絕不休止 謝謝 謝謝 謝謝